端午节吃粽子好应景 带一颗粽子热量高达500到600卡 小心吃粽便增重 台北市卫生局提醒市售粽子多以糯米制成 切食用高油脂五花肉或高糖分食材 纤维脂含量少热量又高 以体重50公斤为例 需要在家拖地3个小时才能消耗热量 因此邀请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营养师 研发热量减半的采离蔬食粽及冰果粽 同时提供健康饮食五技巧 原则上一天是只要吃一颗粽就好 因为其实一颗热量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会建议大家就是一天顶多一颗 或者是跟大家一起分食 那当然参考我们设计的这两款粽子 它的热量大概都只有130到150大卡 可以食用 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采离蔬食粽呢 它是使用到三色的那个藜麦 那跟我们杏鲍菇啊毛豆香菇莲子这些食材 那它的相对它的一个膳食纤维也比较高 那油脂含量也比较少 那我们也用鸡肉来取代我们的五花肉 做这样的一个咸粽来讲 事实上口感其实不比传统粽子差 但是它的油脂跟热量相对的就会比较低 那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少油多取代 像刚刚有提到我们用毛豆啦 用杏鲍菇来取代我们这些糯米类 那鸡肉取代猪肉的部分 都是很好的替代的方式 当然减钠跟减糖来吃原味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尽可能使用一些天然的食材 那避免就是过多的一个调味料 陈一婷科长还提到 一般粽子就是纤维太少 如包粽食馅料多一些蔬菜 如笋子 菇类等 提供蒜食纤维更有助于消化 台北市卫生局丁宁 端午佳节居家吃粽子要适量摄取 并且餐后起来动一动 在端午节吃粽不增粽 健康少负担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